英國國防部宣布將派出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領導的英國航母打擊群 進行為期28週的遠洋部署 英國航母打擊群將航行26,000英里前往約40個國家 並計劃在日本和韓國港口停靠 此外日本自衛隊目前正準備與英國軍隊進行聯合訓練演習 英國航母打擊群最早可能在5月18日離開朴赤茅夫港 在訪問印度、新加坡和其他國家的港口之後 將會穿越南中國海 最早將會在7月抵達日本佐世堡或橫須賀海軍基地 英國航母打擊群將穿越中國南海和東海 鑑於中共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行動不斷升級 就它的安全環境而言 這些海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水域 日本的沖繩島和釣魚島或者叫釣魚台 與中國東海相連 日本郵輪也在頻繁通過這些海域 英國艦隊的行動明顯地說明一個問題 即是英國決心與盟國一起維護這片海域的和平與安全 日本和英國有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價值觀 使他們形成了一種準聯盟關係 日本歡迎英國艦隊到訪日本港口 並盡一切可能使它順利抵達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宣布派遣航母打擊群的時候強調 印太地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 將英國海軍資產部署到印太地區的目的 是保護國際海上通道 在中共追求海軍擴張以滿足它對霸權主義 日益增長的渴求時 約翰遜認為日本和英國應該攜手阻止 並在台灣和香港問題上尋求一致 歷史上英國作為聯合國部隊的一部分 參加過朝鮮戰爭 即使是今日 他仍然是駐韓國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成員 派往英國駐東京大使館的武官 還擔任總部設在橫田空軍基地的聯合國軍司令部聯絡官 事實上 東京和倫敦在朝韓問題上也存在加深合作的基礎 英國航母打擊群在這次遠征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任務中 徵用了整個海軍的大部分現有力量 伊麗莎白女皇號航空母艦排水量6萬5千噸 再有18架F-35B隱形戰鬥機 並得到45型驅逐艦捍衛者號和鑽石號 23型反潛護衛艦肯特號和列治民號 以及維多利亞補給皇家艦隊輔助後勤艦 和朝鮮級艦隊遊鳥補給艦首艦春潮號的支持 配備戰斧巡航導彈的阿斯陶特級核潛艇 將為這次遠征提供護航支援 參加的還有14架海軍直升機 8架皇家空軍戰鬥機 和一個皇家海軍陸戰隊 英國航母編隊 將會在這次任務中進行70次演習 包括在蘇伊士運河 與北約盟國的演習 在印度洋與印度海軍的演習 以及在西太平洋與韓國 新加坡的聯合演習 最後將與美國和日本自衛隊 進行長達兩周的聯合演習 美國將派出沙利文斯號驅逐艦 和一個由10架美國海軍陸戰隊 F-35B閃電戰鬥機組成的飛行中隊 參加行動 這行任務被描述為真正的全球部署 從北大西洋到印度洋 再到太平洋 並且帶有意味地 駛過南中國海 中文財政策